然后呢我就把刚刚的动作 1游标一定要放外面 点这边 所以你如果开始录制好了 假设我们录制聚齐 然后1游标放这边 那我是建议Ctrl Shift向下 因为你要选 如果你用滑鼠选也是可以 如果他录下来的程式会多好几行 他好像会什么什么 反正就多好几行出现就对了 那所以我的习惯 如果向下或向右的话 一律都是用快速键 Ctrl Shift Ctrl Shift向下 所以1游标先点B2 所以他会录下Range B2点Slate 然后再把向下一行 这个向下选取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切到资料 资料剖析 剖析部分用固定的 然后下一步之后呢 把那个范围 我要的范围点 点 点准 我发现点Y了没关系 移动一下 这个其实还蛮不好点的 有时候会点Y 不过点Y没关系 OK好 然后再下一步 把要的留下来吧 不要的 比如说这个不要 这个不要 不会入此栏部分 不会入 所以你先做熟 然后下一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 贿入的目标储存在这里 所以点一下C2按完成 完成之后呢 他会问你要不要取代 你就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你就停止录制 清除的话也是一样 清除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什么呢 游标放在 从这边 假设录制聚集 游标先放在那个C2 那以前习惯是用滑鼠啦 不过还是建议 录制聚集 尽量不要滑鼠录制 为什么 因为录下来的东西 那个不好用 而且比较多的问题 那建议什么 如果你要把这一整个选起来 Ctrl Shift 先向右 再向下 这样比较没问题 特别是要 录制聚集 选取范围 尽量用快速键 这个问题呢就比较 不然你用滑鼠 他的程式会录很多 只要你移动一格 他就帮你录一行 移动一格 所以这么多 那里面不是录了一堆 所以用滑鼠录下来 你们可以试试看 程式一大堆 所以建议还是用快速键 快速键就两行 Ctrl Shift向右 录一行 Ctrl Shift向下 又录一行了 OK 所以 那按delete就清除了 所以基本上 清除的话 游标先放外面 先放C2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不过特别重要 是要有资料的情况下 OK 所以资料剖析先剖 我已经把它录好了 然后就清除 记得哦 放这边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按delete OK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再多增加两个按钮 资料剖析 不过刚刚有同学已经录完了 而且也做出来了 但是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很讨厌 这个东西 它就是会一直跳出来 其实你没有错啦 就是因为它内建的功能 一定会跳这个东西 这个功能的话呢 是一定会跳出来 可是问题它很讨厌 感觉好像虽然影响不大 但是就觉得好像 如果它能够不跳出来 会更好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啦 就是 已经可以啦 但是你如果 就像你自己写程式的话 你会一直想要把程式越写越好 那所以你要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它不要出现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啊 我要怎么做 我待会再讲哦 所以这个有没有办法把它关掉 可以哦 按确定 好啊 出现了 清楚 没有问题 只是说呢 第一个问题哦 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关掉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跟刚刚那个 提过的问题很像 就是 假如我资料呢 本来是甲乙丙丁到根 如果我又选了 第七列跟第八列的 A栏跟B栏 你向下填满好了 假设我多增加 假设哦 多增加两列 到人好了 OK 那你会发现 你现在录的东西哦 他一样呢 会跑到 根就停下来了 哎 第二个问题就发生了 什么问题呢 一样嘛 录下 奇怪 他就跑到这停下 如果以后资料增加怎么办 啊 岂不是还要再重新到BBA里面 聚集里面修改 所以哦 哎 第二个问题刚刚好像上一题的解答里面有做 好 所以 这两个问题啊 如果可以解决的话 你会发现哦 这录下来的聚集就很好用了 哦 所以 第一个问题 怎么把它关掉 啊 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话哦 其实只要修改程式就可以了 修改哪里呢 哦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哦 请各位先录制看看 啊 待会也试试看啦 其实这个答案哦 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第41页就有了哦 那页词应该对啦哦 刚好少两页哦 在那个第41页的下方有看到 关闭讯息提示 然后呢 第二个是追踪最下面一列 这两个答案 你就把这两扛 加到我们的聚集里面 就可以解决刚刚那两个问题 OK 只是说你要放对位置啦 还有呢 要懂得活学活用 所以这边的话哦 录制聚集 其实 有些时候真的还蛮好用的 但是呢 录完之后 不代表就 一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你可能呢 还要懂得 去修改程式 让它可以跑得更好 还有录制的都记得哦 一定要用快速键哦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 如果你们用滑鼠这样选啊 真的程式会变得一大堆怪怪的东西都出来了 而且本来很短的东西哦 一下变得很冗长 OK 所以建议录制聚集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用快速键 OK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有的时候啦 建议也慢慢 常用的快速键哦 也还是要稍微记一下 哦 因为这毕竟如果你要让你的效率提高 有快速键的话 有时候真的可以很快的去把一件事情就完成了 不要说用滑鼠那边选来选去哦 反而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 OK 所以先试一下哦 先把那个 录制聚集完成 待会我们再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闭那个跳出来那个讯息 第二个的话呢 追踪最下面一列哦 要解决问题一 哎 什么问题呢 它会跳这个取代内容 哦 那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首先第一个哦 请你一样先切到那个 我们的开发人员的聚集 找到我们的资料剖析把它编辑一下 那第一个啦 一样哦 我这边现在是没有加注解 不过我建议哦 如果等下有时间的话 你就自己在这边加个单影 第一步是什么呢 哎 游标放在B2到B8 所以你会发现哦 它是B2到B8.slate 点slate 然后再来的话 哎 Ctrl-Ship向下 所以录下好像不是这样哦 是不是 你们可能 不过你还是注解 一样吗 那B2 哦 所以B2点slate 然后再slate Ctrl-Ship向 哦 对 所以你们好像会多一行哦 OK 不过没关系 反正 另外一种写法啦 这样 这样也可以啦 如果你那两行 你要把它改成一行 其实写 写这样就可以啦 哦 OK 你可以把它精简哦 录制的话 录两行哦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哎 我们是用资料剖析 所以你二 这个地方你就自己加一个什么什么叙述啦 反正 那如果说你希望呢 将来不要跳出那个 那个讯息 所以说是否取代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那个讯息关掉的话 那你可能要多学一个物件名称 这个物件名称的话呢 它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实际上呢 那个Application就应用程式啦 所以现在App 其实也是应用程式 那不过全名 App的全称就是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C-A-T-I-O-N OK Application呢 这边指的就是 特别注意哦 这个Application指的不是手机那个App 指的就是Excel OK 也就是说呢 画面要不要跳出来 要不要关闭哦 是由Excel管理的 最大的就是Excel 所以呢 我们要先 请出 Excel物件 就是Application 那你点一下 如果你字没拼错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里面的话 就是举凡 Application能够做到的所有功能都列出来了 那其中有个功能就是 把 跳出的那个讯息 那个讯息叫Alone 那显示 这个讯息的话叫DisplaceAlone 所以呢 你就点 然后打一个Di 你会发现哦 它会自动跳出什么 你打个DiS吧 就打一个DiS 那你会 打到这里就可以了 DiS就是DisplaceAlone 那其中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属性 它的功能哦 就是叫做DisplaceAlone 诶 特别说你选这个功能点两下 字不用全部拼啦 用选的比较快 那如果它把它关掉的话呢 就是等于什么呢 你会发现打个等号 它后面呢就会有个True跟Fall True跟Fall 实际上就是开关的意思 True的话就是要 打开 那如果说你不要跳那个Alone的话呢 其实就关闭 关闭你就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False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就把它关闭了 OK 那再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把它关闭之后的话 请你记得 在 End Sub上面这一行哦 记得呢 要把它再打开 因为这个关闭呢 如果说你把它关闭 它变成说以后 所有的讯息提示 在 Excel里面呢就永远都不提示了 所以以前会跳那个什么警告那些啊 就通通不提示了 那不提示很麻烦 有些应该跳不跳 那我们如果说只是在这里希望关掉的话 其实你就是 在程式执行的时候关掉 在程式结束的时候再把它打开 OK 这个你不能一直把它关闭哦 就跟那个什么 比如说你家里要修水管哦 你可能 那个水塔水要先关起来 跟你修好的你不能一直把它关嘛 你就把它再打开 它就才会有水哦 所以记得哦 这个地方先False 再触 OK 这个部分呢做好之后呢 哎 你可以试试看哦 刚刚我们会一直跳 是否取代那个目标储存格 对不对哦 现在你可以试试看 按下资料剖析 哎 你会发现哦 那个东西 再也不跳出来了 所以那个讨厌的东西哦 它就不会一直跳了 刚刚其实说真的 那个东西真的 一直跳出来 它还让人家觉得蛮怪怪的 OK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跳出来的话 非常的简单 直接在程式的 开头的地方 打一个Application 电 Displace-a-Learn 电 有没有 DIS 其实我建议啦 你用打那个DI DI 它就出来 Displace-a-Learn 等于打一个False 就可以了 这样就关闭了 OK 最后记得把它打开哦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呢 它不会向下追踪 其实做法跟刚刚 也还蛮雷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范围 Ctrl-Ship 如果录制的话 那程式的部分 等下我把这个 再 选固定范围 用滑鼠选的话 那会有需要改那个部分 但如果你用快速键的话 似乎这个部分 不用改好像OK 所以我刚刚重新又录一下 我发现 所以清楚啊 如果你要 希望它 资料假设是 就是它会自动向它追踪的话 其实录制有个技巧 Ctrl-Ship 向右 再向下 它其实也会自动追踪了 所以那个部分就不用 不用再写了 除非说你是自己用选的 那自己选的话 那那个范围就 就会是 需要再去重新修改 那个程式的部分 OK 对 如果最后那一行 假设你们是录制 用快速键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修改 好 那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那个 如果你要不要跳那个讯息的话 记得就是 加那个一行就可以了 就是我刚刚 讲的那一行 那你要把它加到头 只是说你那个字不要拼错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还蛮 蛮好用的 因为它里面 除了那个 Displaced Learn之外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里面的话 这个Application物件非常的重要 里面的话呢 它其实举凡什么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了 你其实有个方法 有没有要放Application 好像按F1吧 其实F1有蛮多 那个相关的 说明 里面都有 然后 这里面的话 以后有遇到再 再跟各位讲 比如说OnTime 其实这里面有OnTime 其实OnTime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你希望 那个Excel自动去做什么 像闹钟一样 每天几点几分几秒 做什么事 你可以用Application.OnTime 然后跟他讲什么时间 他会在那个时间 自动帮你执行某一支程式 或者是说你要多久执行一次 这边有一个叫OnTime 或Unrepeat 其实这边 不过这个我想稍微提一下 因为这个Application太重要了 那我目前呢 只有用到那个Application.Displaced Learn 把它关掉就可以 OK 大概是这样 其他 这也在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我发现 以这一题 用资料剖析来解 应该是最简单的 再不然的话 你可以再用VBA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那基本上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的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再来其他还有其他 有些题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再试做看看 但是我们的进度 再来就是要 逻辑函数部分 OK 再来 再来